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KS 看股 今天是8月22号2024年星期四 今天马股又是虚落的一天 前几天好像很强这样 一直讲大账大账账了之后又休息 又又又又又不能继续走 跌了下来 这两天根本跑不起 根本跑不起 前昨天 满几个这个 现在炒到很滑的股 暴力气还不错 今天有点好像 YTL,YTL Power有点动力 但是你们是不是在追高 这个是不是 有没有机会继续的再跑 YTL,YTL Power 还是今天是一个死猫反弹 庄家已经炒完了 所以现在你们去追 可能是追那个 死猫反弹 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先 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暂时我们还没有看那个图 等一下我们进去看那个图 看看它的走势是怎样 还有Farmer也是报业绩 Farmer报业绩 业绩还ok 但是它是跌很多人卖那个新闻 然后还有很多件 蛮多件 今天蛮多东西讲 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视频 是蛮丰富的 不好像前几天这样 market 怎么样讲 要死不死这样 谁不谁 今天也是market 也是没有动力 但是很多新闻 很多新闻 ok 我们看看这个 美洲神明 我们看看这个 美洲神明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 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 研究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线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 外汇指数股票 其货商品 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看看国际在哪 嗯 又是很奇怪的一天 所以今天马股上了 6.34% 0.388% 164亿 ok 今天 这个 KLSS有反弹 所以这个 KLSS也许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可以继续反弹 因为它今天没有继续费 新加坡上了0.220% 香港上了 sorry 新加坡上了0.220% 香港上了1.437% 韩国上了0.242% Nike日本上了0.683% 泰国上了0.21% FTSE 中国上了0.351% SSE 中国 掉了0.273% SSE 中国 掉了0.821% 澳洲 上了0.206% 台湾 掉了0.4% 然后 Indoniti 上了0.151% 也不强了今天 有一点点动力来压球 但是不是很强 我们看这个 英国上了0.288% FTSE 德国 DX 上了0.381% 有一点点动力 昨天晚上 道中上了0.136% MYXE 上了0.533% S&P 上了0.424% NASDAQ 上了0.573% 如果说美国还有一点点动力 中油3,895不强 Brand有76不强 Brand 原油71不强 金2539 也是刚刚 还是撑在2500上面 还是OK 银也是29以上 还是OK 美金今天上了一点 4.3755 在长期 看来它还是慢慢滑落 OK Bitcoin 60千 以太坊 2600 Bitcoin有一点动力 它好像有冲破61千 但是还是不够啦 但是 还是不是讲 真正的 要要跑啦 但是有一点动力 OK 以太坊 263亿 OK 看看这个 你看 今天下跌股市蛮多 600 OK 上升股市 4.32 所以今天呢 没有 没有变的是485 没有交易的是980 今天的量也是很少 好啊 3.728个Billion OK 今天量也是很少 OK 今天情绪是41 OK 情绪是41 OK OK 所以 也是 今天也是啊 也是啊 怎么讲啊 也是一个 那个指数 不是 接不到头 接不到尾的一天啊 就是啊 今天下跌股市多的 下跌股市多 OK 上升股市少啊 但是这个KOCI 是脏了 今天KOCI 是脏了 今天这个情绪 跟这个BUSA 它没有代表到今天真正的情绪 OK 所以啊 我们看看昨天的这个 外资 看一下昨天 昨天 我们看昨天啊 外资 外资也是买进啊 21号啊 昨天外资是买进271M OK 然后呢 集团本地是 221M OK 是进卖 然后呢 散户也是卖啊 50M 啊 所以现在只是这个外资在bump了 啊 这个外资啊 很多人讲这个外资是 是从哪里来 哪里哪里来咯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啦 OK 有些外资啦 OK 啊 是从某些地方来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啦 哈哈 哈哈 有人是猜啦 OK 啊 啊 我们看这个 板块 OK 今天 啊 建筑 掉了0.37 消费上了0.25 能源掉了1.6亿 金融上了 掉了0.37 医疗上了0.13 工业上了0.63 中值上了1.26 房产掉了0.07 REIT掉了0.12 电讯 啊 科技上了0.1 电讯上了0.7 运输掉了1.27 然后 工艺 上了0.42 所以今天这个板块不失强 但是中值OK啦 我们要看中值 能源大跌 我们看看 OK 首先看看这个 KOCI先啊 我看图啊 看看KOCI 支撑 啊 所以这个 今天有集团去撑这个 撑这个支撑位 啊 他刚刚跌破今天 推上去 但是还撑 还撑住 啊 所以今天呢 是一个妈妈大孩子啊 所以比较容易看啦 OK 所以我们要看下一步就是 到底他是突破妈妈的头 大量还是大量跌破妈妈的脚啦 就是啊 啊 不是 不是大量啦 你看不到那个量啦 of course 你可以看这个收视的量啦 收视的量 但是你看到那个蜡烛是 一个 羊烛还是一个 大红蜡烛 大红蜡烛跌下来 他应该要继续跌啦 多了 明天后天 明天或者明天 你明天去去 你看是一个 红色蜡烛掉破的 他应该要继续跌 一个大 羊烛突破的 他应该 他有机会 他要跑啊 OK A market A market 还是继续的再跌啦 OK A market 还是继续 还是继续看来要跌 但是 这个中盘 中盘掉了0.19 中盘是OK 慢慢的在这边调 看一下小盘 小盘也是慢慢的滑落啦 小盘慢慢的滑落 OK 看板块啊 今天人员跌到比较多啦 是人员咯 人员哪看 我跟你讲你要 所以不要乱乱去拆 我跟你讲咯 很多时候呢 我们拆的东西是不对的 那些 消息 很多消息出来 很多这些 内幕消息 很多内幕消息 都是不对的 OK 不是讲他什么啦 不是讲 你一听到那麽消息 你就要进 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图 它的主力在哪里 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95亿 如果那边要开战 我觉得他必然会 冲破95亿 他就要跑的了 因为这个大的主力 这个主力 两个主力在一起 看到吗 这个十字架 这个交叉通向 一个交叉是个非常重要的主力 这个这边支撑 跌破了变了主力 还有这个下跌 这个下跌趋势先 这个是很重要的位置 价位 就是这个水平 OK 你看他冲不破 真是没有 真是还没有东西完 就非他真的有量 做两天再突破的话 我们再进也不迟 我觉得啦 OK 所以不要乱乱去拆 OK 很多东西呢 就是 你知道大鱼是小鱼 大鱼 大鱼就有牙齿了 吃小鱼 大鱼吃小鱼 所以 很多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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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员啊 啊 船员啊 这些啊 内摩啊 这些全部呢 都是这些人做出来 给你们去游戏 他的口那边给他吃的 啊 你要知道啦 OK 不讲全部啦 有很多啦 所以你要看看学校 看看图啊 因此因此突破 但是好像站不稳 如果他真的继续跌下来 他也是站不稳 然后他也是开始 啊 下滑了 啊 没有强的板块 今天根本都不强了 啊 根本马骨都不强了 OK 我们看Facebook一下 现在啊 我劝你一点啊 早上啊 我做一个比较漂亮的 这个啊 这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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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这些资料给你啦 就是板块全部东西啦 啊 啊 现在这个很容易看了啦 TopGainers 啊 现在我这样子放出来给你看了 哦 所以你比上次还更容易看了 甚至我简单的 做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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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放在这个我的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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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介放下去给你们看 所以你们更容易看啦 啊 OK TopGainers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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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介做出来更容易看了 啊 虽然是没有那个Malaysia Stop It 这样漂亮啦 但是 这样子你们也可以看到比较容易看了 啊 早上的时候啊 东西是什么啦 Pcam 等一下我们去看啊 Pcam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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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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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要反弹,没有这样容易啦 这个是通常呢 我跟你讲咯 它的距离就是 这个三角形的距离 所以它跌破了 它可能还会蹦下来 还会蹦到下来这些低位 这些低位 不讲日刻啦,它长期看来 这35cm就有可能啦 因为它一个大的三角形 三角形突破,它的目标就是 三角形的宽度 三角形跌破 它的目标也是三角形的宽度 所以你要这个三角形有多宽 你自己看,所以它应该会 不好啦,总言之 KLCI可能会 回一条1614 什么 这个欠口,盖掉这个欠口啦 1614的欠口 下面有欠口 这边啊,这个欠口啦 就是,也有可能啦 现在我们等啦,现在我们看这个 妈妈大孩子,很简单啦 现在妈妈大孩子给你看,你就看这个 妈妈大孩子,看一下她 她孩子要跑,要冲破妈妈的头 还是要跌破妈妈的脚 跌破就没有这样好了 大家没有什么留言 大家不习惯这个啦 看多几天你就习惯的啦 现在比较简单,但是没有那个Hitmap了 我试一下,看它可以拿得到那个 那个 什么 那个 热量图啊 Hitmap啦,英文叫做 OK,我们看这个 新闻 哇,今天蛮多新闻啊 Farmany August 第二季度利润因税收优惠和运营成本降低而上涨 OK,我们看看Farma Farma第二季度啊 OK Farma第二季度上一年是 848M收入 现在是838M收入 收入有跌一点点啦 也不是跌很厉害 不是跌很多,但是有跌一点点 OK,但是还是OK啦 她的精力2M 现在去2.8M,多一点 没有第一个季度这样好啊 第一个季度就很美 第二个季度就没有这样好 2.8M,不是很 怎么讲啊 不是那些 炒家所希望的啦 炒家叻,希望会更 多一点啊,我觉得啦 但是也有上 42%啊 YQQ有上89% 但是不是超好 第一,她的收入也没有涨 收入也没有涨 然后她的2.0去到2.8M OK啦,但是不是讲 非常好啦 OK 看Farma 被丢下来 被丢了 今天 Farma 丢一顿 Farma 不是很好啊 她一定要撑0.37M 她不撑不住0.37M 又可能 又有一个头肩啊 我们怕她做出这个头肩 Farma 0.37M要撑 她撑不住 她这边有一个头肩 怕她会跌到更低 OK,如果她撑不住 这个啊 看上去 0.37M 0.38M 她需要撑就要0.38M 撑不住就不好 OK,撑得住还OK 撑不住她可能如果这个头肩 她可能还会跌下来的 还会跌下来 Farma 长期她好像改了趋势 我们再看一看 长期我觉得她改了趋势 看来她是有一个 她是有一个 现在啦 她有一个上升通道 看来 当成通道 OK 希望现在我们要看这个通道了 她改了 OK 这个通道承得稳 她长期她应该 她不会很快冲上去啦 因为她一直不是做到很好 她做了更低的底 长期啦 更高的底 更高的高 看来还是OK 看来还是OK 希望她这个头肩 如果这个头肩 可能会回来通道底 但是不要跌破这个通道底 看来 OK 现在她是这样子 她已经是 所以她开始有点上升的症状 上升的通道 OK 但是这样子OK 她不强 她开始赚 但是赚不够 所以下一个季度 希望她能做得更好 她做得更好 她做得更好 可能她就可以更强的反弹 OK 她做得 她的精力不够好 不够好 不够好 二点多 不是很好 因为她上一次是两 因为她上一轮啊 是二十多啊 所以差很远了 OK 她一个第一个季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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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二季度 上一年是四点三个Billion 现在是五点零个Billion 收入 上次是三百八十个Million 净利现在是四百零五了 四百十五 OK 9.2%YOYQQ上9.6% 我们看这个 看是在这个啦 在这个 在这个 通道也没有什么东西完啦 通道也蛮小的 所以你买通道底 卖通道顶有多少巴仙 十二巴仙 这个是 没有什么东西看啦 暂时啊 看一下她长期怎么样 长期 嗯 看不到什么东西 怎么样去 有什么好机会去玩它啦 OK 也许有这个 这个通道啦 这个通道底 反正通道顶 但是要长期 这个要等啦 要长期啦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动力啦 暂时 马来西亚邮政第二季度 净亏损扩大至五千五百九十二万令吉 OK 不用讲啦 一直在跌啦 还没有可能还没有见底啦 所以这个 暂时不要 不要看到 不要管它 我现在已经有很多 任由很多这些高等的这些 啊 啊 啊 官呐,高官呐,全部都退退出了啊,现在很多就是有些YTL的这些官员去控制了啊 通元第二季度净利润小幅下降,派发2.5仙股息 通关,通关有跌一点啊,第二季度 上一年是290M,现在303M,他收入是有上一点 他净利21M去到20M,OK啦,跌了8.2%,12.6% OK啦,不算差啦 不算差,但是他已经炒了啦,通关已经投跌下来 跌破了啊,通关你看这个啦,他站稳这个底,这个双底 他跌破了,现在他站稳这1.79,可能他是便宜啦 OK,可能是便宜啦,在这边夹突破,夹突破失败啊 记得夹突破你开保键,看到有卖的讯号出来就不能了 OK 我看这个KGB,KGB炒了的啦 尽管收入下降,Carrington第二季度净利润仍上涨40% 宣布派发2000股息 OK,我们看KGB OK,第二季度,上一年,424M 现在是321,哦,他的收入跌很多下哦 近利19M去到26M 然后呢,他的YOY上了39%,QQ上了7.4% Earning Percent 2.9去到3.9啦 OK 但是这样的数据应该是不会起啦 这样的数据哈,你看啦 他跟着这个通道慢慢的跌啦 这个就不值得起追啦 红色东也跌到去差不多25了啦 看Percat 看Percat Percat第二季度上年59M 现在56M 近利3.5 去到4.6有好一点啦 33% YOY QOQ 22% Percat也是炒了的啦 至少你要知道一个股炒了 炒了,还没有炒你都不知道 你就乱乱去去去去去去 怎么炒了,你看 这样子跑了这样远一轮 还不算去炒 红色东也已经满了这样久 哎,红色东也已经满了几久啦 从3月,从这边 这边就满了 4月满 满到 4月满到7月 7月尾 OK 红色东也满了这样久 还不算炒是 对吧 连这样子你也看不到啊 你还是追 很多时候你这么被掏 就是这样啦 OK 我们要追击的自动营利 我们自动营利 我们这个 自动营利策略 我们要在开跑这边追 不是 下滑这边追 不是红色动力已经 已经空盘了 两三个月已经炒完了 这些集团开始下 这个红色动力 这个集团动力开始跌 你才去追 不过他有机会 他跌了一轮 可能他还要起 但是如果他炒完了 他觉得便宜 他掉下来 集团还要炒 我们看到模式会做 模式会做出来的 模式会看得到 所以你要学公布 但是不要在集团开始丢 你就走去买 不逻辑 不逻辑 你们 就算你们做什么 一直在亏钱 就是这样 你们做那些 你们被集团大鱼 吃你们小鱼 那我一滴哦 OK 大家要等的就是这个 杨忠李电力2024财年净利上涨71% 派发四仙股息 看他第四个季度 第四个季度 7.1 billion收入 他跌到6.3 净利1.1 billion也是1.1 都差不多一样 看他整年 第四个季度 就本上一年差不多一样 我看他整年 整年呢 现在他的收入是21.9 billion 现在是22.3 然后净利2.2 billion去到3.5 billion 都不错啦 今天啊 OK 他的生意有涨 然后他的净利也涨 不错 但是你要知道了 你现在是追 你是追那个 你是追专家 已经开始抛了 你看 现在啊 红色动力差不多没了 今天啊 你还去追啊 所以今天 YTL Power有涨一轮了 有涨一轮 不是讲他不能起了 有涨一轮 所以今天是谁去 谁去跳空买啊 就是在散户看到这个新闻 以为他一定会脏 所以走进去 跳进去买 我不是讲他不会脏了 但是你看得到了啊 OK 你看得到啊 庄家已经 庄家已经炒了 这样久啊 所以第一次庄家是没有了 你走去追啊 不是讲不可以啊 有点不逻辑啦 像你们追手套股 追10块钱的 9块钱的TOP 那样子啦 OK OK 这边已经背离双顶啊 已经背离背离背离 啊 so 啊 so 这些这些啊 这些时候你没有去追他哦 so 那些你去追他 也许还有啦 有一波 我觉得他来到这边还有一波 他来到这边应该有点支撑 啊 3.5哦 所以今天也是反弹了啊 他来这边 3.5有弹了一点 所以这一波如果冲出去呢 这个是我觉得啦 短期也许可以 也许是逃命波 啊 他可能会冲上来一点 转个完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 啊 长期头肩 啊 我觉得啦 不讲他不会跑了啊 如果明天他再 他再有红色动力 庄家还要去炒 还可以啊 还可以 啊但是呢 你要知道啦 啊暂时啊 你追进去 啊 有一点背离 所以他有机会 啊有一个可能 反弹就是短期或者逃命波 我不觉得是长期啊 但是 我们等看啊 但是你看图 可能看技术图现在不 现在今天的应该是那些 散户啊 看到那个那个报告很好去 去走去什么啦 走去跳空买进了 这个也许会有一点反弹 我觉得啦 因为记好这个啊 很多人去炒啦 觉得他去炒 但是他冲上来 你可以继续走 但是你如果他这样子 转弯下来了啦 OK 下一波啦 他真的冲破啦 OK 周两天冲破4.14 那他冲 4.14啊 你看他冲破了 冲上来 然后他这次 这个转弯下来 这个就是 这个就很可能 真的是game over 啊 真的是game over 就是那个炒 炒完了 我们讲他公司 game over 他公司是做得非常好了 OK 哈哈 就是炒了 炒完了 OK 或者做两天 他就他就跌破3.56 这样子他也可能会做一个 这边小小的头肩 也有可能的啊 所以现在你要去追 现在呢 如果你是追高 这个反弹 我觉得是炒命波比较多啊 OK 杨忠李集团全年净利飙升 百分之八十六至近四十亿令吉 OK YDL啊 YDL第四个季度 上一年是9.1M 现在8.3M 收入跌了 然后他的净利 481M 现在534M OK啦 他的净利有账 一四个季度 一四个季度 可以我们看整年啦 整年上一年是20.5M 收入 现在是30.5M OK他生意账了 然后他的净利1M 现在2.1M 所以Double 他在净利啦 做的也是很好啦 YDL 今天是YDL YDL 差不多算是 啊怎么样讲啦 啊 大哥啦 就是他跑到最厉害了 差不多啦 OK OK YDL 啊 那这边大跌下来 暂时 也是啊 今天有上涨一点点 今天 今天才涨2.5% 这个也是 开始在这个下跌通道 这样子跑啦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暂时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你看啊 啊 他开始跑的时候 你看这个红色动力 啊 专家动力多么的强 你看现在是最弱的时候啦 啊 他们 专家已经吸收了 现在嘞 啊 散户去炒啦 散户去护他 散户 能 能把那个 能 能推的多远啊 你要知道啦 今天量也不错啦 17M有40M 我不想不能起 但是你有功夫 你要追 可以 他 他 他跌了下来 如果集团要推他 他会冲破这个 这个 这个骑士的 那么我们要学功夫 他冲破这个骑士 啊 他可能还要跑 他没有冲破的话 他还在这边休息 不是想他 他现在正在下跌 他在这边休息 他在这边休息 如果他在跌破这个通道咧 啊 证明他 可能他会跌得更快了 就是这样子啦 我不是讲他不会起 但是这个 没看到什么动力 也没有看到他要继续 要开跑的动力 你要追 我不想 不可以 等下我讲 不可以追 等下他真的会起 但是我们 我们 看图 ok 看图去 看图表分析 这个 暂时不是买进的 价位 买进的这个 机会 记得我们看图 只能看到机会 危险情绪 历史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机会 没有看到机会 ok 暂时啦 虽然他的业绩真好 业绩好记得了 集团不是整业绩好才买的 你要知道 集团是业绩好 他才卖的 ok集团是三到六个月 之前 他们就进了 所以集团 当当这个 业绩出来好 ok 你们去收票 就是他丢票的时候 那么我们自动盈利 啊 在这个币密价值投资啊 很多时候你知道啊 你我们币密价值投资 就是已经在DTV那边买了 很多时候你们去收票的时候 那个 那个新闻出来 收票的时候 是我们丢票的时候 我也不要讲 我是大鱼吃你们小鱼 但是我是跟着大鱼一起游 这样子罢了啦 我们也不是大鱼 ok EPF套现 或KPNS 跌至新的 BTTV 因为这个EPF 有有有放一些股啦 啊 so s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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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 更不好了 对这个CEP 周二 当KPNS 向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提交文件宣布 雇员公基金局 EPF 出售该公司股票时 其股价跌至每股40仙的新低 ok 他本来有5% 5.04% 现在只是有4.4% 但是也不是讲他丢全部啦 啊 只是减少不了啦 减少那个EPF ok 所以现在还在低位 没有什么东西看了 ok 我们再看其他的 今天真的很多东西喔 ok很多东西 Armada 第二季度啊 看一下 441M 上一年的收入 现在578不错 净利118M 266 很不错啊 上了123M 123% YQQ 上了10% ok Armada 不错 看看他有跑没有今天啊 Armada 没有跑啊 Armada很难啊 因为他 他这个 他跌破了这个止沉妹 但是要等 站稳在0.55再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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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新闻啊 森南美地产第二季度净利润增长一倍多至1.6196亿令吉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记得吗 我们的故事我上一年已经讲了对吗 上一年我们怎么样去玩这个追这些啊 追这些啊 啊 房产股记得吗 啊 新闻一直在讲喔 今年 这个啊 房产对吗 这个啊 房产会走好运就是 会啊 反弹啊 这些啊 啊 他们的业绩全部会好啦 到年尾 会走到年尾我跟你讲啊 所以我们跟集团 我们是年中级的我跟你讲嘛 是三到六个月前嘛 对吗 我讲 他们会跑到年尾 OK 新闻讲他们跑到年尾 所以我们 要比market找我们年中放嘛 所以我年中就放很多人就 然后讲 可以这么僵脚发啊 不敢追这个那个了 这个我也不用去啊 OK 但放了他有跑一下子 我跟你讲 我们 我们跟大鱼 我们不是 我们是追不到 100%的顶啊 总之他 他两块钱 去到三块钱 我们两块一开始 追到两块九 两块八 我是够了啊 我我没有讲 我可以从两块钱 他这个大鱼要炒他两块钱 炒到七三块钱 我从两块钱追到三块钱 我不是大鱼啊 如果我有 几十个啊 几百个million 几百个million也不够啦 你有一个billion啊 也许你可以去 你去可以从两块钱 两块钱的股 你也不知道 要扔不扔 可以两块钱的股 可以 两块钱推到三块钱 你可以有这个本事啊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子弹去推 但是我们当他要跑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两块一 两块二买 两块八 两块九 两块八 这样子放 我是OK的啊 我是够的啊 两块七放我也是够的啊 总言之 我大部分我都是赢多输少就可以了啊 所以我们不想 哇一定要追到顶 很多人讲OK 我吃饱了 我够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啊 我讲那个去 人家去 那人去赌的 去赌的人啊 去赢顶赌场赌啊 OK 输清光输到很惨 输到一大堆债的人 通常是赢钱的人 你要知道啊 通常是赢钱的人 他们一进去赢很多钱 他们不肯走啊 他们不肯走 OK 他们啊 他们赢了 又更贪心 赢了十千 不要不吃 不想走 他们知道他今天很旺 他还可以赢二十千 他又赢了二十千 赢了二十千 他讲哇 这次今天 我真的旺 我要振他塞浪 哇再去 我可以赢三十千 四十千 总之他开始输啊 他开始输啊 他又不服气 越玩越大 越玩越久了 又不要休息 又不要休息 又不要重组啊 一直振振振 振越振越大 然后输了钱 输了钱 他也 那些赢得完了 输完了 赢得钱输完了 他也讲 他也不能 他也不要放手 他觉得 我今天这样好运 我只是坏 我这个不好运气 可能是一下子罢了 没有理由 我一直会输下去的 可能我赢了半天 我输半天 半天后 可能我又赢回去 他就一直 一直一直在 玩完完 然后输的钱就输掉了 输的钱 人自己的本钱输掉 他更 更加不 怎么讲 更加不 干 怎么讲 不服气 更加不服气 所以他又继续越玩越搭 然后呢 他 你知道了 你的 你的 我讲运气 不要讲工夫先 运气是有 人家讲 猴碗是 轮流转的 对吗 所以你的好运过了 你怎么去振他都没有用 所以 你一直连本钱都输出了 本钱还不用钱 有些人还要借钱 还要借钱 叫朋友寄钱给他 banking给他 然后我立刻 你借我 明天就还你 我一转一下手我就赚大钱了的了 so 这些就是 为什么那些人会输 越输越多钱 如果他 如果那个人 上到云顶都讲 他带着 两三千块 两千块 ok 不要讲多钱 两千块 他进去他 一下子 半个钟 他就输完了两千块了 他会怎么样 他就逃了 对吗 哎呀 输完了走了 如果他 他第一 他在那个时候 他赢了五千块 十千 五千块 他用了两千块 赢了五千块 赢了六千块 那个 更危险 如果他继续再玩下去 他输了那些钱 他不服气 他就继续玩下去 我们 ok就是这样跟你讲 我跟你讲很久 我是看着年终 年终 我看到那个图 开始不能 我逃险 你们叫自己去追 可以追 没有问题 但是到时烧到手 你就不要讲 我没有跟你 我没有 讲 现在你看 房产的全部 有跑一点点 再开始下跌 我已经收好 收好东西 暴风以来 我已经收好东西 我钓碗鱼了 我够了 可能你可以钓到更多 你还在里面玩 这个没有问题 我恭喜你 但是我已经钓 吃够了 你们 你们要去玩 你们可以去玩 但是你要小心 暴风以来 你走不急 你就要 你要收 你就够力了 ok Sign property ok 讲到哪里去了 ok 收担业技是很好了 Sign block 但是你看今天都没有涨 今天还 还什么 才涨到1% by right 他应该是大量充 你看集团 已经到这边了 集团 红色动力已经 那么的少25% 不了了 所以你要他 只是靠散户 跟这个 money是不够力 ok 这红色动力是不够力 没有跑 所以他已经跑了 不是没有跑 你看 很多时候 庄家空盘的时候 庄家大量在玩 你呢 要在这边进 在他们还没有空盘之前 开跑之前 你就要进 我们就是在开跑之前 就进 我们没有去到顶 我们没有去到顶 我们差不多到顶 我们就逃了 ok ok 所以这些 你看 他们空盘了这样久 现在他们已经丢完了 你才进去 嘴 就是 不知道 不会起 你有功夫 还可以 你根本功夫都没有 你就惨 你有功夫 不用紧 他来这边 他做了一个 UW型 再突破 他可能还要走 我们看得到 但是你也看不到 这个就是 这些就是 问题了 所以 要小心了 不然他不会起 大家小心 ok matrix concepts 第一季度 净利下跌 6%-6070万令吉 matrix 很多投行看好 查了上一阵子 ok 331个million收入 现在279 净利64 million 七到六 是ok 不是 差了 YY6.1 跌了6.1% QOQ上了0.1 是ok 不是这样 不好啦 一点点跌 一点点 哇 matrix非常波动 哦 冲上来 跌下去 又冲上来 那天啊 日本那个carry trade posit 大跌一轮 所以这个就 很多一下 大跌下来 没有办法 这些东西 这些苦灾 matrix它有突破 但是它跑不远 现在它已经 它已经是没有利益 看来 银行目标 降多在这边 所以暂时还没有什么动力 但是它也不是不可以 如果它跌破这边 才是真正不可以 但是这个也是蛮高的 跌破1.82 可能是不可以 如果它站不稳 1.82 matrix ok没有了 我们看看这个 动力口时间 不要忘记一点点 分享留言 支持视频 今天也蛮多 Petronas.com KOK PPB Petronas.com 我们有看到 Loudi的这个 哦 哇 恭喜你了 我们从这边追 到这边了 到这个二神的目标 我们第一个目标 第一 第三个目标都到了 这个是银行目标 暂时 可以 暂时可以收 没有卖的信号 继续手啊 很强 真的很强 所以你开 开宝剑 记得嘛 这边板坛 宝剑冲上来 没有卖 继续手啊 ok 继续手啊 短期的啦 短期OK 没问题 Petronas 还是很美 东西没啦 我们Loudi 很久没有 没有讲过 这阵子没有讲很多Loudi 因为很多股在高了 所以 梅还没有真正的 炸下来 真的Loudi 很多人问 可以做么没有做Loudi 不是很多可以捞啦 因为现在 马股在前六点 飞了这样高 是没有什么Loudi的机会了 马股 记得我们在前四点开始捞啊 那些全部 那些全部 Loudi股 对嘛 90多巴仙都是上了 对嘛 现在这样高 要捞都要等它跌一点 就是下来 马股跌一点 KOK它是跌破通道了 是不好的 ok PPP 很多人要看 啊 啊 啊 Pettinus Chemical 啊 PPP PP还是 啊还是在这个三角进展2% Pettinus Chemical 啊 Pettinus Chemical 它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横盘 你看4.10了啊 它有一个好像是个 啊 也不 一点点的双底 不是很强啊 啊 不省价 这个暂时看来他的回调 ok 看他的动力今天 5个million 去到8个million 上了4点 这个有 他这边有一个大的阻力 我们要看他能不能冲破这个阻力 5块8 他站稳在5块8 他有机会来这边的 他有机会回来这边的 6.57 他冲爆6.57 他可能还能跑 所以这个暂时 暂时 再看看 这个可能是短期罢了 可能是短期 因为Defense Chemical 近期 近期他的这个怎么 他这些新闻不是很好 不是很多好新闻 但是跌到蛮低了 可能还会跌 因为他还在下跌期 当时看短期5块8 突破5块8 我们看6块5成 3Tek 3Tek 是这样子啦 头间不能拿这样子 不能MBMR MBMR这个也是 这个也 也有一点 给他什么啦 有一点 有点 没想到他能冲到这样打 冲到这样够的MBMR MBMR 我们记得我上次有追 MBMR 我有做这个Loudi的视频 对吧 我们在这边追 在这边追 但是没有追到这样搞 MBMR没有追到这样搞 有时是这样啦 有时他继续要跑 没有办法啦 总之 你吃 吃 赚到了 吃够了就够了 有时他真的会继续跑 人家继续跑的时候 你看MBMR 你看他继续跑 你套力了 如果他继续跌叻 对吗 有时你ok了 够了就ok了 不要一直在追 这个叻 看来叻 看来这个模式叻 他可能还能跑一点点 有这个 可能还能跑一点点 但是不好去追 不好去追 6.2可能还能去 你进了就ok啦 我再恭喜你了 没有进就不是很好去追 你看 这些你看 你看庄稼还在空盘 但是 我希望是在开始这边追 我不喜欢 空盘也这样久 我是不喜欢去追 有 玩些咖啡钱 ok EL RICH 这个今天上市的29线 今天上市29线 他冲上来他没有跌 这个很强 ok 你要玩 你要看这个 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奇事 这个是他的支撑位 他没有跌破这个支撑位 是ok了 这个 30%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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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ylium VS Stack O O DLium Edylium VS Stack O O 这个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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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穷 ok 所以 他有一个窃口 最好 等他灰掉 盖掉这个窃口才能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正在下跌着 他业绩好了 但是 这个很危险 炒一天 出这个模式 B&B还被跑 B&B 2.79到了 所以我们等下个目标 这个我们捞底的 记得 我们捞底是B&B也是 我们从这边开始捞 ok B&B也是跑得很美了 现在他看来 这个 你没有 你这边卖了不用紧 这个还有通道 我讲吗 突破吗 所以你不用怕 你卖了呢 你捞底卖了 人家讲你 哎呦 卖了这么这样笨 你还有自动盈利 还可以去追高的 有时候你卖了安全一点 因为 因为你看到某些 这些 什么啦 股灾可能会发生 你早一点卖 还够你迟一点卖 你 你没有 你迟卖了 费分钟 你会 你的盈利少了 或者会被套 你早点卖 不用紧 不用紧 不要这样贪紧 这样突破 你还可以去追 你有自动盈利 你有摩斯 你有宝剑 你有宝剑 你有宝剑吗 现在突破了 没有卖的信号 你还可以继续守 所以不是每一次 你都讲 一定要守着高 所以你卖了 有时你转过了 你看到 我转了50% 那边有危险 我看到 马骨大跌 有危险 我套利了 不用紧 他会做摩斯 他摩斯再突破 我们再去追 所以你不用 不用怕 OK 今天 今天讲很多故事 今天看完了 VS step 还有一个 sorry VS step 你看 红色动力 没了 今天这个反参 3% 很多人看到 哇 又去追 他已经是开始 开始跑下 下 下的趋势 OK 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先 故事很多 OK 拜拜